众所周知,矿野是蒙古最为重要的经济支柱 长期以来,蒙古政府都在寻求更便利快捷的出口方式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扩大国内铁路网络、外联中俄的国家发展方略 蒙古此举不仅将自身纳入了中俄能源互联互通的体系当中 也将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做出重要贡献 根据多方消息汇总,蒙古日前启用了第二条中蒙跨境铁路 该铁路全长233.6公里 将蒙古第一大煤矿塔旺陶勒盖煤矿与中蒙边境的嘎苏苏海图口岸相连 蒙古总统乌赫纳忽日勒苏赫亲自出席了启用典礼 可见蒙古政府对这条铁路的重视程度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今年8月11日 欧盟对俄罗斯煤炭禁运令正式实施 陷入天然气短缺危机中的欧盟国家 纷纷选择重启煤炭来发电 欧盟全世界挖煤 需求激增导致全球煤炭价格飙升 与此不同的是 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费国中国 却不怎么为此感到担忧 其中一个原因是 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友好往来 煤炭交易也是有所保障 在欧盟对俄罗斯煤炭禁运后 俄罗斯煤炭大打折口出售 并且将交易重心转移到了中国等亚洲地区 相关数据显示 今年7月 中国进口了高达742.1万吨俄罗斯煤炭 创下近5年来单月最高记录 另一个原则则是 中国与蒙古国也是友好的贸易关系 两国之间的煤炭交易成绩也是相当亮眼 据了解 蒙古国的采矿业约占了整个国家生产总值的25% 而中国连续18年都是蒙古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是过去与中蒙之间的贸易都是使用汽车 运输不变的同时成本也高 因此为了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 中蒙两国携手在公共交通上加大合作 2022年9月9日 在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总统办公室主任索德巴特尔 交通运输发展部长宾巴朝格特 矿业与重工业部长刚巴特尔 经济发展部长乌日勒巴特尔 以及多名议员成建企业人员近千人的见证下 塔望陶勒盖煤矿 手炼煤烫货运列车 启动发往嘎叔苏海图口案 今天你我共同见证塔望陶勒盖煤矿 至嘎叔苏海图口案 铁路开通这一历史性事件 我非常高兴 在致此中 呼日勒苏赫难掩激动之情 承赞这条一流铁路将成为蒙古国未来发展的催化剂 在近几年国际地缘政治和疫情形势严峻的情况下 它仅代表蒙古国人民 对该铁路如期开通 表示由衷的感谢和热烈的祝贺 这是一条蒙古国的发展之路 投资之路 机遇之路 也是通向未来的大门 塔望陶勒盖煤矿 至嘎叔苏海图口案 铁路主线全长233.6公里 设两个车站 六个道口 16座桥梁 铁路通车后 蒙古国焦煤和动力煤 年出口能力将从1000万吨 增加到3000万吨至5000万吨 煤炭出口收入将翻一倍 同时 塔望陶勒盖煤矿 至嘎叔苏海图口案的出口货物运输成本 将降至四分之一 从47美元降至12美元 铁路还将创造新的工作和发展机遇 初步预测 可创造约2000个固定工作岗位 为政府创造每年4400万美元的税收 此外 随着铁路开通 草场退化 阳尘 噪音 土壤和空气污染 等生态破坏情况预计将减少74%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蒙古国财政部 交通运输发展部 贯彻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和两国政府联合声明 关于加快推进已商定的铁路口岸建设的要求 通过友好协商 签署了关于确认甘气茅都 甘书苏海图口岸 跨境铁路接轨方案的谅解备忘录 备忘录的签署有利于加快推进 蒙南向铁路与中方铁路接轨 对提升中蒙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 深化产业与投资务实合作 具有积极作用 实际上蒙古国为塔旺陶勒盖煤矿 至嘎苏海图口岸铁路的建设开通 筹备已久 由于地处内陆 蒙古国经济发展自然而然的 需要与邻国建立战略连接和贸易口岸 截至目前 蒙古国与中国共有13个贸易口岸 主要出口煤炭铁矿石和铜金矿 几十年来 蒙古国的出口 依赖于前苏联的铁路系统和高速公路 大部分贸易量是用卡车运输 现在由于基础设施的限制 蒙古国的出口能力发展不足 2018年8月 蒙古国政府发布第242号决议 关于加强塔旺陶勒盖煤矿 至嘎苏海图口岸铁路项目的决议 同时成立塔旺陶勒盖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并确定项目实施方 根据该决议 相关公司和承建方 需在4年内完成铁路的建设和运营 2022年2月 蒙古国总理奥云俄尔登访化期间 两国政府敲定了三个主要铁路项目的猛中国境点 他们都连接了中国和蒙古国矿产丰富的南戈壁 除塔旺陶勒盖煤矿至嘎苏海图口岸铁路外 另两条铁路分别为塔旺陶勒盖至宗巴雁铁路 全长416.1公里 预计将在10月前完工 可增加1500万吨货物的运输能力 宗巴雁至杭吉铁路 全长226公里 将抵达中蒙边境猛方一侧的杭吉口岸 项目已在3月破土动工 目标出口量2000万吨 对于这条铁路 我们必须知道以下几点 首先 它是蒙古自主建设的首条一级铁路 重货铁路 同时也是中蒙之间的第二条铁路运输通道 能极大促进蒙古对华煤炭出口 考虑到以上种种因素 也难怪乌赫纳会在致此中 将该条铁路线描述为 蒙古国的发展之路 投资之路 与机遇之路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新铁路的建成 不仅仅立好蒙古的经济发展 对于边境彼此接壤的中俄蒙三国而言 都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中蒙新跨境铁路开通前夕 蒙古外长接待了到访的老挝外长沙伦瑟 特意对中老铁路的开通表示祝贺 还意味深长地提到 中老铁路的落成 对于老挝减少运输和物流壁垒 以及通过陆路连接中亚 东北亚与东南亚具有重要意义 两国外长还同意 未来与中国开展三方合作 共同建立一个过境协议 蒙古外长提到中老铁路 可不是鲜血来潮 从地理位置角度而言 蒙古跟老挝都算露锁过 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制约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同病相连 但老挝是最快摆脱困境的 难免让蒙古眼热 要知道中老铁路开通九个月以来 清关跨运货运列车 1868列 运送货物总价值超过14.5亿美元 交出的成绩单非常扎实 老挝从此跨入了陆连国的行列 老挝的成功经验值的参考 整体也符合蒙古的发展需求 中老铁路 朱玉在前 蒙古政府自然想一葫芦画瓢 通过建设中盟跨境铁路交通网络 提振对华输出 扩大产业规模 在加强经济支柱产业的同时 摆脱路锁过的枷锁 加快经济结构转型 走上多元化发展道路 同时 蒙古积极推动建设中盟铁路网络 也必然利好中国 中盟目前有13个口岸 但由于蒙古经济体量有限 过去对口岸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力度不足 无法做到与中方对等发展 使得通关能力和运输能力 大打折扣 随着中盟铁路线相继落成 蒙方口岸基础设施水平得到改善 自然也会提升双边口岸通关效率 这对于双边经贸交流而言 绝对是一针强心剂 最后 中盟铁路线相继落成开通 不仅意味着与中盟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 也变相加强了与中俄在能源领域的合作 提升了三国贸易便利化水平 增强路上运输效率 减少对海运的依赖 而对即将到来的全球能源危机 中国更可以从容应对 游刃有欲 同时对于俄罗斯而言 中盟新铁路的开通 还可以对自己的向东看战略起到巩固作用 免除后顾之忧 专注于应对西方的制裁压力 不难看出 中盟铁路交通网络一旦全面落成 对于中俄盟经济走廊意义重大 可以说蒙古坚定落实 外联中俄的国家发展方针 充分发挥了蒙古的出口潜力 中盟俄经济走廊 已经在欧亚大陆板块逐渐成型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最后大家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